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帮穷苦人家做活 只要煮人家给他吃顿粗茶淡饭就行 工钱是分文不要 因此王秋山在当地的口碑很好 很多人都喜欢找他干活 王秋山在25岁之时有次外出干活 回来之时就带回了一个男孩 许名为王善 对于王善的身世 很多人都很好奇 因为王秋山还未结婚 所以怎么出去干活一趟回来 就有了个孩子呢 但对此王秋山并未正面回答 只是说王善确实就是他的孩子 众人对此虽很疑惑 但也不好打破傻估问到底 毕竟这是王秋山自己的家世 王善长达后也曾听说过自己的身世 于是便问王秋山 他究竟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对于王善的提问 王秋山每次都会认真地回答 你肯定是我的亲生儿子啊 你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说 你只要知道一点就行 那就是你确实就是我的孩子就行 听到父亲的话后 王善也不再追问 长达后的王善也懂事了 心想 不管父亲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但毕竟是他把自己养大的 所以自己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孝顺他 为他养老送终 王善十五岁之时 王秋山在三自律后 便把鲁班经赚给了王善 并叮嘱王善以后 一定要好好学习鲁班经 把鲁班经的内容全学透了 做人做事一定要以善为即兴 做人做事不可媚良心 一定要利用好鲁班经里的内容 造福百姓 由于王秋山的言传身教 王善从小就心地善良 为人很热心肠 深受父亲百姓的喜欢 王秋山老后已经干不了体力活了 只能干一些轻巧一点的活 再加上年轻时也积攒下了一些银两 于是在三自律过后 王秋山便和儿子开了一个寿财铺 因为王秋山的口碑很好 所以附近只要水家有人过世 便都会来找王秋山订一副寿财 虽然开一个寿财铺不能日进斗金 但也能让王家父子衣食无忧 平日里 王善就在后院干活 而王秋山只需坐在前院 每当有客人上门之时 他只需起身迎接便可 这天王家铺子来了一男子 男子说他母亲去世了 是来买寿财的 母亲生前一直叮嘱自己 他死后一定要到王家来买寿财 王秋山听到这话后 心里很是感激 想不到自己以前年轻时所做的善事 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他的好 死后还要照顾他的生意 过了好一会后 男子便选好了收财 并付了钱 不过这时男子却忧愁起来 转过身 不好意思地对王秋山说道 掌柜的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就自己一个人过来 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人 和我一起把寿财抬回去 王秋山听到这话 直接朝后院喊道 善儿 你出了一堂 待王山出来后 王秋山吩咐道 你帮他把寿财抬回去 记住 路上一定要小心些 男子听到这话 很是感激 于是便对王山说道 大哥 你放心 我也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等到家后 我再付你工钱 男子住的村子叫小黄村 距离姓原县有二十多里 所以两人抬着寿财走走歇歇 直到傍晚之时 才走到男子家 而在路上之时 王善也知道了男子的名字 男子名叫黄勇 和母亲相依未命多年 但昨夜母亲突然离世 且因母亲生前就曾反复叮嘱 等他百年之后 一定要用王家的寿财 并让王家的人帮忙抬寿财回来 王善听到这话后 随心中很奇怪 为何一定要自家人帮忙抬回来 不过此时人已过世 他也不好多想 出于习俗和礼貌 王善上前给侍者上香 可当看到后方躺住的侍者后 王善便悄悄走到黄勇身旁 轻声问道 黄大哥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逝者是不能用红布盖的 听到王善的话 黄勇也不解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母亲此举为何意 但这是他生前所要求的 我也只能照办 王善听到黄勇都这么说了 也不好再多问 毕竟自己只是帮忙把寿财抬回来而已 现如今把寿财送到了 王善便提出要走 不料却被黄勇给拦下 黄勇说道 王大哥 如今天色已晚 你现在回去路上也不安全 要不你就在此地过一夜吧 等明日再走 说完就给了王善一些银两 算是给王善的工钱 看着夜幕 王善心里也有点害怕 但想到自己如果不回家的话 可能会让父亲担心 于是便说道 多谢黄兄弟的好意 但黄兄弟不用担心 我常年走夜路已经习惯了 我借着月光走 不久就会到家的 说完就抬腿做事要走 不料刚一抬腿又再次被黄勇给拦下 黄勇看着王善不好意思地说道 王大哥 拜托你了 就算你不愿在此过夜 那你就等吃顿饭过后再走吧 事不相瞒 我母亲生前也曾叮嘱过 王家之人把寿财抬到后 一定要留人吃饭 王善听到这话心里就更加不解了 为何黄勇的母亲一定要王家的寿财 并指定要王家之人抬寿财回来 而且还要留王家之人吃饭呢 但想了一会后 王善便觉得可能是黄勇的母亲 生前和父亲是好友 他这也是出于一份好意吧 且自己已经忙碌一天了 直到现在还滴水未尽了 早已被饿得鸡肠碌碌了 于是王善便不再推辞 坐下开始吃席 由于王善很面生 村里人都以为他可能是黄勇家的亲戚 于是便纷纷过来给王善敬酒 而王善由于晚上经常跟父亲喝两口 所以酒量也并不差 于是对于来给自己敬酒之人 他全都来者不拒 而这时却有一老者来给王善敬酒之时 悄悄复尔对王善说道 我是小黄村的村长 你快装和醉离去 不然毁之晚已 切记快快逃命去吧 王善听到这话 心里就一直泛起了嘀咕 因为他不明白村长这话是何意 且黄家的这一丧是处处都透露着诡异 所以自己还是早些离去的好 想到这 王善在联合了鸡杯酒之后 便找了个借口向黄勇请辞 然后慌忙独自一人离去 坐另一桌喝酒的村长 在见到王善离去后 便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开 然后悄悄跟随在王善身后 离开黄家后的王善不敢多坐停留 立马往家里走去 可当走到一片乱坟地之时 却只见前方泛起了阵阵白雾 随后一鬼魅竟从白雾中冲了出来 然后漂浮在半空中 一脸狠辣地看着王善 而王善在看清鬼魅的面容后 却被吓得直接贪坐在地 脸色煞白 因为眼前的鬼魅 乃是黄勇已经去世的母亲 黄勇的母亲流失 看着地上的王善恶狠狠地笑道 哈哈 你就是王求山那老鬼的儿子吧 哈哈 王求山啊 王求山 当年你的狠心 如今我也要让你尝试一下 听到刘氏的话 王善快速地在脑海里开始回想 但想了好久 他也没想起 父亲曾提及过和别人有仇恨啊 可为何眼前的刘氏 像是要置自己于死地一般呢 想到这王善定了定心身后 站起身说道 伯母 我不知你和家父是否曾有死缘 但我想 你们之间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了 我家父一辈子为人心善 一辈子助人为乐 是不可能和人结恨的 王善话音刚落 漂浮在半空的流失 怒气更盛 直接大怒道 我呸 王秋山就是一个伪君子 行了 我该送你上路了 你不用担心 我送你上路后 我就去找王秋山 把王秋山也送下去找你 让你们父子俩在阴间团聚 说完 刘氏就张牙舞爪地朝王善冲去 且慢 快住手 快住手啊 只见村长一边朝王善跑来 一边声嘶力竭地喊道 听到这话 刘氏转眼看到是村长后也停了下来 而这时村长也跑来挡在了王善身前 陈大哥 你为何要担我 当年之事 你不是不知道 快起开 你不要阻拦我 报仇血恨 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 刘氏生气地看着村长说道 不可 我不可能让你杀了他 除非你先杀了我 村长听到刘氏的话后 坚决不愿离开 继续挡在了王善身前 刘氏看到村长不愿离开 便再次朝着王善冲去 彷彿今日 王善不死是不休一般 可这时只听 休的一声 一团金光就从一旁飞出 然后重重地打中了刘氏的后背 王善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父亲来了 王求山跑过来 站在村长身边说道 陈大哥 抱歉 要是我来得再晚一点 可能就会真的要出大事了 哈哈 王求山 你终于来了 哈哈 老天有眼啊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了 那我们今日就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刘氏看着王求山 恶狠狠地说道 说完就冲上前 和王求山打在了一起 虽然王求山学艺之时 曾跟师父学了一点虚鬼法术 可明显仍旧不是刘氏的对手 两人打斗了一会 只见王求山就被打飞了出去 正当刘氏再次朝王求山冲去之时 只见村长着急地喊道 刘妹子 那是养育你儿子长大的恩人啊 你怎可以怨报德呢 听到这话 刘氏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问道 陈大哥你说什么 什么他是我儿子的养育恩人 我儿子黄勇 是我独自一手拉扯大的 从未吃过这姓王的一口饭 要是你再口出妄言 那就莫怪我今日 也一并取了你性命 听到刘氏的话 村长也决定不再隐瞒 于是便将当年之事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刘氏还未嫁人之时 乃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妹人 有次有个进京赶考的书生途经过刘氏家时 便向刘氏的父亲借宿一夜 刘氏的父母乃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于是也没多想 直接就同意了 可不料当刘氏见到书生后 一眼就喜欢上了风度翩翩的书生 而书生也一眼就看上了亭亭玉丽的刘氏 于是两人晚上就趁着刘氏父母熟睡之时 行了苟且之事 可当书生走后几个月时 刘氏看着一天天鼓起的肚子才发现 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了 而那时刘氏的父母 也曾想过剁掉刘氏肚子里的孩子 但奈何刘氏不同意 且那时孩子已经很大了 要是强行剁掉 可能还会危及到刘氏的性命 就这样 无奈之下的刘氏便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那时的刘氏还未嫁人 要是刘氏未婚先孕之事传了出去 那刘氏恐怕此生就无人敢娶了 再加上无情无义的书生 自走后就未再回来 于是刘氏在和父母商量过后 便趁着私下无人之时 把孩子抱到路上丢弃 同时也在心里期盼 有好心人经过之时 能把孩子抱回家去养 能够救孩子一命 可不料 刘氏等人的七英行为 却被在附近干活的村长 全看在了眼里 带刘氏等人走后 村长便走出来抱歉了孩子 但村长也不知该怎么办是好 毕竟要是自己把孩子抱回家去养 那就相当于把刘氏未婚先孕之事 说出来了一样 正当村长为难之际 刚巧王秋山干完活从此地经过 在得知前因后果后 王秋山也陷入了为难 因为自己还未娶妻 要是把孩子抱回去 那必定也会影响到自己以后娶亲 可这时 墙堡里的孩子 在看到王秋山后 却对王秋山笑了一下 但就是这一笑 把王秋山的心都给笑融化了 在经过内心纠结一番后 王秋山便决定收养这孩子 于是就把孩子抱回家了 但为了给孩子一个身份 王秋山逢人就说这是他的孩子 而村长有些时候再来献上之时 也会悄悄面线王秋山 然后将刘氏家的情况告知王秋山 两人在商量过后 便决定此生都不让孩子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 也不让刘氏知道他的孩子是谁 因为那时的刘氏已经嫁人了 为了不破坏刘氏的家庭 王秋山只能这样做 而王秋山为了孩子不受他人气 于是便决定一辈子不娶 全心全意照顾孩子长大 而那个孩子便是如今的王善 听到村长的话 刘氏和王善权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因为这是太过于让人不可思议了 这该不会是你为了不让我杀王家夫子 而临时便造出来的谎言吧 你有何证据证明他是我的孩子 刘氏冷静下来后问道 很简单 你当年给孩子挂了一枚银索 且孩子的胸口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村长听到刘氏的话后回道 说完便走到王善的身旁 把王善胸口处挂着的银索掏了出来 并把王善胸口处的衣服往旁边拉开 刘氏在看到王善随身佩戴着的银索和胸口处的红色胎记后 便放声大哭出来 因为他现在已经确认了 王善便是他当年所丢弃的孩子 刘氏边哭边要上前拥抱王善 不料王善却害怕地慢慢退到王秋山身边 把王秋山扶起靠在自己怀里 刘氏见词也深知自己如今的样子会吓到王善 于是便随即变换了一副随和一点的模样 而这石村长泽看着刘氏问道 刘妹子 我猜想你如此怨恨王秋山 刘氏定是因为他当年不救你丈夫 从而导致你丈夫命丧黄泉 剩下你和黄永孤儿寡母是吗 刘氏听到这话后虽不应答 但还是点了点头 糊涂 你真是糊涂啊 刘妹子 村长见词说道 随后又将当年另一桩往事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刘氏在把王善丢弃后不久 就在嫁人的安排下嫁李明侨夫 也是就黄永那早已过世的父亲 侨夫名叫黄大堆 和刘氏结婚一年后 刘氏就生下了黄永 黄永出生后 黄大堆为了能够多积攒点钱 于是便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可不幸的是 有天皇大堆在上山砍树时却不小心被一棵大树给压倒了 等有人发现他石塔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危在旦夕了 正当刘氏悲伤痛哭之际 有一人说道 刘家妹子 不是有传言说 王秋山会起死回生树吗 死了的他都能救火 更何况你相公现在还有一口气 所以你不如趁着你相公现在还有一口气 然后带他去找王秋山 王秋山为人心地善良 我相信他肯定会帮你将你相公救活的 原来王秋山有次在回家不远的路上遇见一阴受伤严重 刚刚断气的乞丐 王秋山想起自己出师之时师父曾给过自己一枚保命丹药 于是心善的王秋山便把乞丐背回了家 并用丹药把乞丐给救活了 而那些围观的百姓在得知乞丐在被王秋山背回家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把乞丐给救活了 于是就误一位王秋山身怀 其死回生之术 接着便将这件事给传了出去 而刘氏那时也曾听闻过这则传言 就这样一传时 十传百 大家就全都误认为王秋山会复活之术 王秋山在得知传言后也曾出面解释过 但无一人相信 反而全都认为王秋山是因为怕麻烦 所以才否认而已 当刘氏此刻听到有人提及此事后 于是便哭求在一旁的乡亲们帮他把相公抬到王家 以求王秋山帮他救活他相公 可当众人把黄大堆背到王家 王秋山却说什么都不肯出手相救 并再三解释 自己并不会令人能够复活的法术 无论刘氏再怎么苦苦哀求 王秋山都不肯出手 就这样 身受重伤的黄大堆便因受伤过重死在了王秋山家门口 而因为这件事 刘氏便彻底记恨上了王秋山 认为是他不肯出手相救 所以才导致他相公死去的 于是为了报复王秋山 刘氏便生前再三叮嘱儿子 让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到王家买寿菜 然后想法让王家的人帮忙把寿菜抬回来 并设法留王家人在自家吃饭 同时叮嘱儿子 在他死后身上不要盖白布 而是盖红布 因为他想要变成鬼魅杀了王秋山 以此为相公报仇 而村长知道这事 是因为有次村长悄悄去看王山时 王秋山对村长说的 所以今晚再看到王山后 村长稍一思索 便想明白了刘氏想要对王山不利 所以这才假接敬酒 提醒王山快跑 而王秋山之所以能及时赶到救下王山和村长 则是因为当王山走后 王秋山便一直心神不宁 总感觉会出大事 于是王秋山 于是王秋山便被王山补了一挂 不料挂项显示却是大凶 心急之下的王秋山便一路赶来 所以这才能及时救下了王山和村长一命 在得知真相后的刘氏痛哭不已 嘴里一直对王秋山说道 王大哥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错了 我不该以德抱怨 你帮我把孩子养大 我却有恩不报 反而还想杀了你 我真是枉为人啊 你杀了我吧王大哥 说完便飘到了王秋山身前 闭上眼睛等王秋山给自己刺死 哎 你也是不知情 所以我不曾怪你 你还是快入地府吧 马上就要天亮了 王秋山看着刘氏很同情地说道 听到这话 刘氏转头看着王山说道 孩子 是为娘对不起你 如若有下辈子 为娘定当做牛做马补偿你 心善的王善听到这话后 转眼看了眼父亲 见父亲对自己点了点头 于是王善在经过再三九阶后 也放下了心中对于刘氏当年的丢弃怨恨 想开后的王善抬头看了眼刘氏说道 娘 我不怪你 我理解你的当年所谓 但现如今 你我以天人相隔 所以你还是快入地府吧 如若下辈子 你我有缘 我再给你当儿子 听到王善的话 刘氏笑了 随后对王善点了点头后 便钻入了地下消失不见 此事过后不久 有日村长辩将此事告知了黄勇 而黄勇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 虽一事之间很难接受 但随后还是认下了王善这个大哥 而王善也认下了黄勇这个和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 但因父亲对自己有养育之恩 所以他便不再改姓 不和黄勇一样姓黄 改名叫黄善 而是继续随王秋山姓王 继续叫王善 结言 口舌可救人 亦可害人 正是由于有人谣传 王秋山会复活之术 所以才会导致流逝其后的暴富 幸好有村长的及时阻拦 所以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虽是小故事 但现实当中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造成了很多无辜之人受伤 且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未婚先孕的例子 从而伤害了很多无辜孩子的一生 希望能够通过这则小故事告诫众人 做人不可虚传谣言 同时也要洁身自豪 避免无辜之人 因自己而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去干活 见母狗难产 出手相助 母狗说夜里别走水路 捕快薛亮 刚刚处理完一个棘手的案子 便急匆匆闷着头 朝城东方向走去 一直走到一独门独院面前 才停了下来 薛亮抬手刚要扣门 院门便自个儿打了开来 随即一道纤细的身影 便出现在薛亮面前 那人旁扶一直在门边等着薛亮似的 现薛亮来了 赶忙迎着他走了进去 一进门 薛亮便叙叙叙叙地解释道 弟妹 真是对不住 前几日有案子 衙门里比较忙 没顾得上来看你和小宝 你们娘俩都默事吧 女人文言摇了摇头 却没有说话 反而轻咳了几声 招呼躲在门边的小男孩走了过来 小男孩生的一张圆脸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垂着 轻手轻脚地走到女子身后 这才怯生生地对着薛亮叫了一声 大伯 薛亮应了一声 走上前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发 这才又抬头说道 弟妹 今晚你莫要再忙了 我来给你们娘俩做饭 说主话 薛亮主动走进厨房 现女子和小男孩去了礼屋 她这才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薛亮最好兄弟谭永生的妻子赵氏 五年前谭永生受挫跳江身亡 独留赵氏和其儿子在世间相依为命 薛亮羡母女俩可怜 便一直照顾着他们二人 只是谭永生为何跳江 至今都是个谜 待薛亮做好饭菜来到屋里的时候 母子二人正坐在一旁等着 见到薛亮 赵氏赶忙起身 嗑了几声说道 薛大哥 谢谢你做的这一桌菜 你和小宝先吃吧 我没有什么食欲 就先歇下了 赵氏声音沙哑 说话的声音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薛亮有些诧异地看向赵氏 今天的赵氏和以前好似有些不同 以前赵氏从未对薛亮这般客气过 可今日的赵氏不仅说话客气了不少 就连半相也 与从前大不相同 今日的赵氏身穿一身粉色裙子 面上戴着同色系的面纱 从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 现薛亮没有多说什么 赵氏转身便进了屋中 另一边的小宝见薛亮 一直正正地看着赵氏离开的方向 不禁补充了一句说道 大伯最近天冷 娘他不小心感染了风寒 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饭了 听到小宝这么说 薛亮这才收回目光应道 怪大伯没有早些回来看你们 明日等要铺开了门 大伯便去拿些药过来 说完这句话 薛亮没有多想便继续吃了起来 可小宝却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直闷头巴拉着空碗 一粒米都没有吃 薛亮以为小宝是在担心赵氏的身体 便连忙摸了摸小宝的脸蛋安慰道 小宝放心 你娘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快点吃饭吧 吃饭了 记得跟你娘也端进去先 小宝乖巧地点了点头 这才急匆匆地吃起了饭 薛亮照顾母子二人 逮卸下时已然过了虚实 就在薛亮准备告别之际 院子里忽然传了一阵犬吠声 这声音淒厉 似是很痛苦 原本睡下的小宝 听到这一声声犬吠 也连忙揉着眼睛跑了出来 语气有些兴奋地说道 是大黄 大黄他要生了 说着话 小宝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怯懦 跌跌撞撞地 就朝着院子里跑了过去 薛亮文言也赶忙跟了过去 大黄这条狗 他再熟悉不过了 那是他和小宝的父亲谭永生 一起从外面救回来的流浪狗 这么多年 大黄一直在这个家 尽知尽责地看家护院 如今一条新的生命即将诞生 薛亮也有些兴奋 来到院子一处角落的时候 薛亮便看到大黄坐在一旁 肚子圆鼓鼓的 到处都是血迹 一条小狗卡在一半 无论大黄怎么用力 那小狗都出不来 眼看小狗被憋得脸长红 大黄也急得汪汪直叫 看薛亮的目光都充满了哀求之色 一旁的小宝不知发生了什么 现小狗卡在一半不肯出来 便要动手将其拽出来 薛亮现状慌忙阻止说道 小宝不可 大黄难产了 若要贸然将小狗拽出 不仅小狗活不了 就连大黄都有可能因此丧命 小宝下的慌忙收回了手 而薛亮却是小心翼翼地凑到跟前 将手放在大黄的肚皮上 按照一个方向缓缓抚摸着 不一会儿 大黄的声音越来越弱 随着薛亮的抚摸 那小狗也顺利生了下来 三只小狗平安落地 薛亮这才松了口气 正准备告别的时候 又一声犬飞从其身后响起 这一次薛亮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 大黄好似在说 恩公 感谢你再一次救了我 但有一件事我要嘱托你 夜晚莫要走夜路 否则会惹麻烦上身 大黄说完这句话便莫了声音 薛亮以为自己是幻听 可是刚刚的声音却又是那般真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加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薛亮若想快点回家的话 得却要走一段水路 大黄狗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尽管薛亮感觉这一切发生的 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留了个心眼 真听了黄狗的话 避开了那段水路 第二天一早 薛亮刚到衙门 便接到上头的命令 说江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让他去查验 务必七天之内将凶手捉拿归案 听到是这案子 薛亮手底下的其他捕快 纷纷叫苦不迭 薛亮现状赶忙询问这案子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中一个瘦高阁捕快苦着脸说道 早清来得早了些 刚好碰见的人到衙门报案 我有些好奇 就跟上去听了听 这案子怪就怪在 凶手不是人 瘦高阁说到这里顿了顿 四周望了望 好似在害怕什么 半天都不敢接着往下说 薛亮现状赶忙 开口问道 凶手不是人 那是什么东西 是是水鬼 那条河中有水鬼的传闻 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天早晨来报案的那人声称 自己亲眼看到是水鬼冒出河面害的人 总之那条河邪门得很 上面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 怕是另有所图啊 手高个说着 还不禁打了个寒战 说来也巧 出事的那条河 正是昨日薛亮本想走的那条水路 据报案人称 他夜里正准备出门撒尿的时候 就看到河边跌跌撞撞走过去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河里面忽然伸出一双惨白的手 一把握住了那人的脚踝 莫等那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便被那双手拽进了河水之中 再也没有上来 薛亮本不信鬼神之说 可想到昨天晚上母狗大黄的嘱托 和今日所发生之事 薛亮的后背也不禁有些发寒 到了案发现场的时候 尸体已经被捞尸人打捞了上来 薛亮走上前一看 死者不是别人 竟是城里的大户人家的张老爷 这张老爷一向与人为善 再加上时常拿钱 救济城中百姓 如今百姓得知 张老爷被水鬼所害身亡 家家户户都挂起了白布 为张老爷送终 更有身者 寻到薛亮跟前 苦苦哀求薛亮 一定要捉住害死张老爷的凶手 是人捉人 是鬼捉鬼 但究竟是人是鬼 还需查验一番才知 经五座查验 张老爷腹中含有大量酒的残液 但酒并不知死 张老爷真正的死因是溺水 可带在水下的真的是水鬼吗 想到这里 薛亮向前走了两步 脱下外衣便要跳水 其他几个捕快健壮 纷纷阻拦薛亮的行为 薛亮却白手说道 无妨 既然上面将此案交由咱们 咱们就要认认真真地查 一丝一毫的线索都不能错过 说着话 薛亮纵身一跃 便跳了下去 河水冰凉刺骨 薛亮忍着不适 在河水中缓缓睁开了双眼 然而薛亮在水下寻找多事 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更别提有用的线索了 薛亮没办法 只好作罢 到了晚上的时候 薛亮在家辗转难免 张老爷与人为善 从未与他人结仇 而水下更是没有任何线索 难道张老爷之死真的 不是人类所谓 正胡思乱想之际 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薛亮起伸开门一看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张家的老管家 此时老管家身穿校服 面露哀涩 见到薛亮 这才勉强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明日是我家老爷的丧宴 还请薛不快一定要来参加 送老爷一程啊 薛亮点头印下之后 张家的老管家忽然腿下一软 静直跪倒在他面前说道 薛不快 求求你 一定要抓住杀害我们家老爷的凶手 我带我们一家给您磕头了 说着话 老管家扁 邦邦的磕起了响头 薛亮健壮 赶忙将其扶了起来 使不得使不得呀 查案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老管家你且放心 出了这事 赵氏那边薛亮自是无心在照顾 倒是第二天 趁着傅丧雁之前 来到赵氏家里打了个招呼 此时赵氏不似前日那样蒙着眠 只是风寒看似不仅抹好 反而更加严重了一些 薛亮看见赵氏的时候 他面色发白 原本白净的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击到伤口 手指也因泡水变得皱皱巴巴的 指甲更是反常地涂上了鲜艳的红色 县薛亮看自己 赵氏连忙咳了一声 将手收回解释道 小宝吵着要吃鱼 我便到河里捉理智 这不处理鱼的时候 让鱼鳞弄伤了 薛亮探头往里面看了一眼 果然在院子中央放着一桶鱼 这才说道 最近河边不太平 弟妹还是少些去喂苗 对了 今天上午 我让药铺送来的东西收到吗 赵氏点头谢道 谢谢你啊 这磨多年 要不是你一直照顾我们娘俩 恐怕我们就 算了 不说了 只是我可能要改嫁了 今后薛大哥还是不要再来了 改嫁 这磨突然 什么时候的事情 薛亮有些诧异 赵氏笑道 磨多久 就是进几天的事 男人对我好 对小宝也好 我便答应了 一直这样下去 麻烦你 也忘不了永生 薛亮见赵氏态度坚决 便也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说道 城里的张老爷死了 我过去看一眼 至于永生的事 你放心 总有一天我会查清楚的 说吧 薛亮没等赵氏再说些什么 转身便离开了 张老爷的死 引来无数百姓的悲愤 来参加丧宴的人 也数不胜数 薛亮到张家的时候 院子里已经没了位置 索性地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薛亮跟同桌的人喝了点小酒 约莫到丧宴快结束的时候 薛亮忍不住频频往毛测跑 正当薛亮摇摇晃晃准备提裤子出去的时候 毛测之外忽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的声响 顿时薛亮酒便醒了三分 他平住呼吸 扒开毛测其中一个砖头 悄悄向外看了一眼 就见不远处 有两个人缓缓朝这边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是张家的老管家 另外一个则是城里另外一个大户人家的李老爷 李老爷走得跌跌撞撞 一边跟着老管家的步伐一边埋怨道 急急忙忙地叫我过来 你这是要做甚 老管家没有说话 一直走进毛测 四处张望片刻 见无人在此 这才开口低声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如今张老爷没了命 估计下一个就是咱俩了 李老爷听老管家这话 顿时不高兴了 老管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管家有些欲哭无泪 张老爷被水鬼拉进了河里 你可还记得 当年谭永生就是跳那条河梅的命 你说会不会是谭永生的 回来了 什么 那不可能 哪里有那么多的鬼神之说 再说了 那谭永生是自个儿跳进去的 跟你我又有何关系 张老爷的死只是意外 你不要多想 李老爷说着 再次胡一地 四处望了一眼 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此时在茅测之中偷听的雪亮 却是皱起了眉头 谭永生 莫非永生的死和张老爷 他们三人有关 正想着 那边的老管家再次开口说道 那谭永生的却是自个儿跳的河 可原因却和当年清源酒房一事有关系呀 那件事 我们三个人都有参与 所以我现在就是害怕 万一世上真有妖鬼 我们岂不是就 听老管家折磨一说 李老爷这才感到有些莫名的心慌 只见得伸手顺了顺心口 好一会儿才呼出一口气说道 前不久 我认识一厉害的道人 那道人有些本事 过几天让这道人在河边念叨念叨 将他们二人送走便是 老管家四世十分信任这位李老爷 听李老爷折磨说 他这才松了口气说道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两个人说主话便又离开了这里 听着二人脚步渐行渐远 薛亮这才从茅厕中走了出来 庆园酒房 张老爷 李老爷和老管家三人一起参与了河市 才会导致谭永生跳河自尽 薛亮想住 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清源酒房准备打探一下五年前的事情 说来也是奇怪 这清源酒房在五年之前生意兴隆 近今年不知发生了何事 生意一落千丈 眼看就要开不下去了 酒房老板正坐在门前爱声叹气的时候 见薛亮竟直走过来 老板赶忙起身前去迎接 哪知薛亮一到跟前 便露出了自己的巡捕令牌 老板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情 当即便说道 哎呀 这位官爷 不知小店这发生何事 还将官爷拧引了过来 薛亮没有绕弯子 直接便问道 五年前 城里的张老爷还有他们家的老管家 李老爷 还有谭永生 在你这酒房究竟发生了何事 听到谭永生的名字 酒房老板不禁捏紧了拳头说道 张老爷他们三人 从未来过我们酒房 可谭永生 却是害我们酒房落眉的罪魁活手 当年谭永生在我们酒房干活 我见他老是本分 有吃苦肯干 一直都很重用他 可是没过多久 酒房后院生了大火 那些提早酿出来 准备售卖的酒通通损毁 最重要的是 谭永生携带着酒房的配方 也消失不现了 五年前发生这事的时候 薛亮还在外地 他是在四年前才回来的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的好兄弟谭永生 已经跳河自尽了 要说谭永生偷了配方 他薛亮根本不会相信 这其中定有原因 而且这件事和张老爷三人脱不了关系 想起老管家和李老爷二人要请到人来河边 如若那河里真有水鬼存在的话 那么老管家和李老爷怕是都要出事啊 要想查清楚当年真相 李老爷和老管家都不能出事 而究竟那害人的水鬼是谁 唯有等他在出手的时候才能得知 想到这里 薛亮来到张家附近 准备观察老管家的一举一动 一旦他们要去河边 薛亮也必定会跟着一同前去 月上之头 一直等到很晚了 老管家那边才有了动静 老管家独自从张家中走出 跨上一匹马便朝着远处匆匆跑去 马跑得快 薛亮追了半天 终究还是没有追上 值得回到衙门 召集其他几个捕快 一同乘公车前往 然而尽管薛亮动作快 还是晚了一步 来到河边的时候 李老爷瘫倒在地 似是已经昏了过去 而道人也似乎被吓到了 一直在河边胡言乱语 而老管家的身影却不见了 倒是在河边上有双遗落的不邪 薛亮走上前一看 正是老管家的没错 老管家再次遇害 跟来的武作正在查验老管家失身的时候 李老爷忽然惊醒 他吓得张牙舞爪的乱叫 好一会儿在薛亮的安护下才平静下来 李老爷被吓坏了 一双眸子空洞无声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他说 当时道人正在河边念叨 老管家也闭着眼不知 在思索些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阴风吹过 紧接着就听到河里有了动静 我闻声一看 就现河里忽然冒出一只惨白的手 一把就将老管家拽了下去 那只手可有什么特点 薛亮问 很白 很细长 像是个女人的手 还涂着红色的指甲 乍一看 真的和水鬼如出一辙 不过 在拖劳管家下水的时候 那水鬼 指甲断了一截 就在那 顺着李老爷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截红色的指甲映入薛亮眼帘 这指甲好熟悉 薛亮攥着那截指甲 眼眶微微有些泛红 处理好老管家这边的事之后 薛亮便朝着赵氏家的方向走去 找到赵氏的时候 他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薛亮二话不说 便将那截指甲放在了赵氏面前 赵氏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轻笑一声说道 没想到 还是没有瞒过你 薛亮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我说过我会查出真相的 如果永生真是被人所害 坏人一定不会被放过 可你为何却 照是捏着布包的手紧了紧 好一会儿才松了开来 我没办法 我也想忍着 可我忍不了 我看着那姓张的鸡人 潇洒快活 我就逼永生感到难过 他们该死 若不是他们的陷害 永生又怎会跳河自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了这种事 一定逃脱不了制裁 那么到时候 小宝怎么办 弟妹呀 你有没有想过小宝啊 小宝的事情 你放心 我已经将小宝托付给了他人 我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必然不会否认 没错 张老爷和老管家 都是我害的 赵氏四世早就猜到这样的结局 此时他平静的 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原来 当年张老爷鸡人 寄予清源酒房的赔方 联手故意在清源酒房点了火 带鸡人冲进去之后 却没想到酒房中还有一人 正是谭永生 谭永生见 他们鸡人要偷陪方 死死抓住陪方不撒手 可一人的力量完全抵不过三人 终究还是让张老爷偷了去 陪方丢失 谭永生也被张老爷鸡人带走 很快这件事发酵 民间都说是谭永生偷了陪方 谭永生想要反驳 可张老爷鸡人 却以赵氏的性命威胁谭永生 谭永生只好吞下这口恶气 可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民间对谭永生的谩骂 也丝毫没有停止 谭永生终究是抵不过太多人的口水 跳进河水之中 悬了短见 这磨多年 赵氏也不知其中类情 直到前不久去给他永生扫墓 竟见张老爷三人也在那里念叨 赵氏这才知晓当年的事情 便精心策划了一场 水鬼 骇人暗 而在薛亮去找赵氏的那天晚上 在家的其实不是赵氏 而是赵氏找来扮演他的人 真正的赵氏早在河里面办起了 水鬼 后来赵氏被关押 李老爷也因偷到清源酒房配方仪式 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多年来人们对谭永生的误会 也随之解除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